大家好,我是阿菲 今天做一种只有小时候才能吃得到的美食 我是一个名80后 在一个大山村里出生 学校读书的时候学校非常的揭露 甚至没有窗户 冬天就非常冷,我老家是非常冷的 上课是允许我们带一种东西的 我们今天做这个东西都还能慢慢的给大家聊 刚才说到我哪里呢? 说到我小时候呢,是一个出生在 真的就是很偏僻的小乡村的农村人 小时候读书,读一二年级的时候是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没有窗户的 早上很冷很冷啊,也没有什么功能设施 所以小时候呢,是上学呢,是允许带 每个人都,每个小孩都可以做一个像这样的火龙啊 然后带去学校,然后边听课呢 手脚都是可以用火龙来烤火的 取暖,用火龙来取暖 所以火龙呢,在小时候主要的作用的是取暖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使用方法 还有呢,它呢,是实际上呢,是可以做出一些好吃的东西的 但这好吃呢,只是相对于小时候条件有限呢 嗯,这样来定理的 比如说呢,我们现在走在路边啊 路边,找个路边吧 树枝啊,还有各种东西呢,都可以扔进去烧啊 不管是,只要你想烧呢,就可以扔进去烧 然后呢,现在大,教大家一个大招啊 大招来了 小时候呢,就这样,刷着火龙呢,去学校啊 然后路边呢,只要看到任何响 就是,想扔进去里面烧的东西呢,都可以烧 你说我快没燃料了,这种捡到的这个树枝就可以扔进去啊 看放进去的话,它是不容易燃的 所以呢,我们就又要开始甩它 刚才说到做好吃的,它怎么做好吃的呢 那,待会儿演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小时候呢,没有特别,这个多的这个食物啊,零食也挺少的 所以,最多的呢,就是烤玉米啊,烤豌豆,蜡豆之类的 现在呢,就试一下这个玉米啊 这是小时候的零食 像这么多呢,一次烤这么多就够了 这个只需要这样放在,放这里面啊 然后剩下的就是,甩它,甩 不用担心这个玉米掉出来,因为它不会掉出来 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啊,这玉米开始 叽叽喳喳喳的叫 啊,迎接小时候的味道 哎呀呀呀 哎呀呀呀 全那个 糊掉了 烤,烤这个玉米的水平没有小时候那么高 嗯,来尝尝看这个小时候的味道 嗯,来尝尝看这个小时候的味道 可以说一点都不好吃啊 就有一股股那个玉米烧焦的香味啊 还有糊味,混合在一起 焦糊焦糊的 小时候呢,还有这种玉米呢,还会啵啵啵的炸 每当你在上课听歌的时候呢,你就会偷偷烧点东西吃啊 如果一,谁的这个,呃,我们这东西叫火龙啊 谁的火龙一响呢,烧玉米的火龙一响呢 老师就会说,谁在底下上课在烧玉米 嗯,站起来,然后谁也不是城镇的 香到挺香的,但是一点都不好吃 我记得小时候,一二年级的时候 那个学校是没有窗户的 所以冬天的那个风呼呼发挂进来 是非常刺骨的 然后就是四个,五个小孩子做一条那个产堂的凳子 有几个特殊的同学呢,是连桌子都没有的 但是小时候也挺快乐的啊 也挺开心的,每天甩着这样的一个火龙,然后去学校 像如果小时候有这么大,这么大个头的火龙呢 可能开心坏了,因为小时候的火龙的大小呢 都取决于你家那个油漆桶的大小 一般油漆桶的就这么大,我们叫小火龙啊 谁的火龙越大呢,在小的时候呢,就越受追捧了 就是这样,简简单单 也快快乐乐的过来了 那么这期有点无聊的视频呢,就暂时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我们下期视频的待得比较阿惡 我们下期视频 来个小时 有点麻烦 但是,我们下期视频 台商已经出现了 跟你说,就是 picked Shift